那整個配發出去的是0.55% 也就是1000個人 只有6個人可以領到這個Texlovin 這樣子的一個藥物 我們要問指揮中心 你的用藥為什麼謹慎小心到變成是吝嗇呢 你已經購買了70萬劑 為什麼你現在給出去的藥這麼的少 指揮官告訴大家說 他已經購買了70萬劑的這個輝瑞的新冠的藥物 然後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既然你已經購買了70萬劑 為什麼你現在給出去的藥這麼的少 他說他到貨已經有20萬份 庫存有54.9萬份 但是大家知道嗎 我們去統計5月1號到5月9號 我們整個Texlovin配發的數量只有1558人 那對照確診的人數超過28萬人 那整個配發出去的是0.55% 也就是1000個人只有6個人 可以領到這個Texlovin這樣子的一個藥物 那請問1000個人才配發6個人 我們要問指揮中心 你的用藥為什麼謹慎小心到變成是令色呢 確診延誤也是因為他醫療沒有連接 因為他新出來一個所謂的快篩 快篩要取代PCR的 結果他快篩 因為沒有賦予他法源 所以他不能夠當作確診 不能夠當作確診就必須要再到醫院去確診 所以這個就造成他在這個診斷上面就延誤了 那PCR現在只有PCR有法源快篩沒有法源 那他就必須要取得法源以後才能取得藥物 他只能在前五天給藥 你超過這五天你給了也是百給一點用都沒有 現在狀況是制度殺人 醫療崩壞 但絕對不是第一線臨床醫師的問題 所以今天當陳秀熙在聯合報上面給我寫說 過去因為沒有正確的醫療分流 過去這三十九天造成三十八人的 因為沒有分流死亡的話 我說對不起 不是醫護人員的問題 這是制度殺人 這是系統崩壞的問題 用來自行的歷史 從中一個不容量的問題 整個都合影的問題 用來自行的問題